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抬头看向范剑 何事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范剑脸色阴沉 模子里引有怒意流转 二皇子的司君奔袭淡洲 你为何不提前告知于我 上次在御书房 他还没说话便被亲弟赶走 这会儿碰到陈萍萍 哪会轻易放过 你不是说淡洲城已经安排妥当 为何二皇子的司君 注意你的言辞 陈萍萍脸色清冷 毫不客气打断范剑的话 司君仪式 距今并无定论 你一口一个二皇子的司君 是何举行 闻言 范剑脸色一致 但是 无比多说 陈萍萍淡然道 昨日 淡洲城传来消息 范贤生擒北齐圣女 海棠朵朵 此番陛下宣你我前来 多半是为了此事 贤而生擒北齐圣女 范贤眉清皱起 继而道 那岂不是说 陈院长 斯南伯 莫要让陛下久等 前方不远处 侯公公开口提醒 范贤文言朝着侯公公拱了拱手 我们这就过去 进了御书房 带到范贤和陈萍萍进了礼 庆帝一撩衣袖起身 今天的庆帝仍旧一身白袍 耳并旁还有几缕发丝扬起 透着几分不羁 但威严却丝毫不减 淡洲城的事 你们都听说了吧 陈萍萍二人立即拱手 回陛下 已然听闻 你们俩 谁去接他回来 亲弟脸色淡然 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闻言 陈萍萍立即道 回禀陛下 陈愿意前往 陈萍萍这边刚说完 旁边范贤便道 陈院长还要坐镇监察院 想必没有空闲 还是微臣前往为妥 自从使团事情后 范贤便对陈萍萍 不再抱有任何信任 范贤回京 她绝不允许再出现任何偏差 所以这一次 除了她自己 谁去接范贤 她都不放心 顿了顿 范贤接着道 陛下 陈已多年未归 此次回弹州 还可顺道 看望一下老母亲 陈萍萍转动轮椅上前 有意争辩 只是没等她说出话 亲帝便白手道 既然如此 那就你去 三两句话将事情安排妥当 亲帝又继续道 另外 此番范贤生情北齐圣女 你们两个怎么看 范贤的心思 都在接范贤这件事上 此时听到这番询问 不知该如何作答 这时 旁边陈萍萍直接开口道 回弹下 这件事有利有弊 沁帝呕了一声 转身坐回到软榻上 且说说看 是 陈萍萍应了一声 随即道 北齐圣女对于北齐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若是能生情此人 对沁国而言 断然是一件喜事 稍微停顿了一下 陈萍萍接着说道 只不过 现如今两国边境军队对峙 若是北齐圣女 被秦的消息传回北齐 北齐边军 恐有异动 而且 北齐边军 有九品高手 上山虎坐镇 双方交战 此位对沁国不利啊 听完陈萍萍一番讲述 沁帝微微抬眉 声音冷了几分 你是说 我边境几十万大好男儿 还抵不过区区北齐 面对私有怒意的沁帝 陈萍萍脸色如常 继续道 北齐若是没有上山虎坐镇 定然不如我庆过 所以陈以为 可调大皇子坐镇边军 听到这话 沁帝脸色烧尘 怎么 打什么时候开始 你又看好老大了 陈萍萍立即拱手 陈不敢 陈以为 大皇子升为九品高手 若是能够坐镇边境 定会安定军心 大皇子常年驻扎在 东夷边境 鲜少回京 但监察院的监控力度 却丝毫未减 此时开口 也不过是陈萍萍 随口一提而已 陈下对大皇子向来不上心 安排其驻扎在东夷边境 也不过是试探之举 他此时开口 提出让大皇子率领北县边军 也不过是顺着沁帝的意思 文言 旁边范剑登集道 陈下 万万不可 东夷近些年来 一直蠢蠢欲动 若无大皇子威慑 怕是会有意乱 如今 京都的水已经够浑了 如果大皇子在驻扎的北县 带到范贤回京都时 在面对二皇子和太子的同时 岂不是还要实时提防大皇子 范剑眉头紧锁 再度拱手 陛下 还请另择梁将 文言 沁帝重重哼了一声 神色中透着不喜 你们俩 这是给朕出难题 陈平平脸色如常 狭长的模子里 透着几分淡然 他和范贤 本就该各持一词 若是说法一致 目的统一 那才会遇到麻烦 罢了 凉酒后 沁帝稍一挥手 既然如此 那就让老大回来吧 范贤一惊 瞳孔微微放大 陈平平眉头烧台 继而拱手道 谨遵圣意 让陈平平意外的是 沁帝居然没有听从范贤的简言 而范贤惊讶的是 沁帝居然会真的听了 陈平平的想法 若无其他事 就退下吧 沁帝摆了摆手 脸上多了几分倦意 陈平平和范贤 两人拱手行礼 而后 缓步退出御书房 沿着廊道 一路走至远处 范贤突然开口道 范贤回京后 离他远点 我会让他让婉儿成亲 而后接手内裤 莫要再把那些阴谋诡计 放在他身上 闻言 陈平平脸色如常 只是毛子里带着几分冷意 让他学着你一般 混吃等死 任由当年的真相 消失在封尘中 范贤脸色一致 心中怒意争腾 陈平平转着轮椅 往前 声音平淡 你真以为 陛下让范贤回京 真的是因为他申请了 北齐圣女 天真 所谓立功 只不过是一个由头 即便范贤没有抓住 北齐圣女 要不了多久 亲帝也会找一个好的借口 把范贤喊回京都 设局几十年 范贤好不容易有可能 得知那个秘密 亲帝陛下 又怎会放任 范贤藏着那个秘密 留在淡州呢 闻言 范贤不免怒道 当年的事情 已经过去 就算能翻案 又能如何 陈平平扫了范贤一眼 直接转移话题道 作用监察院 天下之大 再无人能伤他 钱和性命比起来 哪个更重要 听到这话 范贤身子一僵 直接顿在原地 淡州城 杂货铺后院 范贤坐在躺椅上 皱眉思索 满脸疑惑 看着范贤这副状态 斯里里不免疑惑道 公子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 那倒不是 我正愁 没有麻烦呢 范贤挠了挠头 心中不解 早在三天前的傍晚 他就得到了 来自京都的消息 父亲来淡州 接自己回京 然后在这三天时间里 他不带任何护卫 在淡州城 足足晃了三天 可足足三天 他并没有遭到 任何的袭击 谢彼安也老老实实地躺在井边 没有迎来任何救援或暗杀 这便是他最想不清楚的一点 按道理来说 这三天时间 应该是二皇子最后的机会 否则 等到父亲率人赶到 他再想动手 将会难于登天 听到范贤这话 斯里里啊了一声 不明所以 愁 没有麻烦 范贤回过神 笑了摆着手 无妨无妨 我们明日一早就要回京了 紧张吗 面对范贤的询问 斯里里鬼使神差一般道 只要能在公子身边 奴家不紧张 闻言 范贤甘笑两声 从矮桌上 抄起一个苹果啃了起来 斯里里则是红着脸 垂下了头 也没了下闻 范贤这边苹果还没有吃完 五竹身形突兀出现在院子里 你父亲率人进城了 是吗 范贤急忙擦了擦手 快步出门 朝范府赶去 斯里里和海棠多多紧随其后 一行三人刚到范府 便看到周围 已经被红甲军层层围起 范贤正在范府门前 和范老太太闲聊 范贤见状 静止上前 远远地就拱手笑道 拜见父亲大人 听闻这话 范贤转头看了过来 脸色极为不悦 给我滚过来 哎 好 被范贤骂了一句 范贤也不放在心上 笑呵呵地上前 给父亲大人问安 看着范贤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范贤沉着脸怒道 跪下 范贤听到这话 顿时老大不愿意了 爹 你儿子大老远出使北齐 就差一丁点就舌在了路上 你这一降一面 就要我跪下 是不是不大好呀 还敢胡言乱语 范贤脸色阴沉 怒容满面 我一开始就拒绝你出使北齐 现在吃了亏 还不长记性 范贤身为南庆斯南博 在京都官场 纵横数十年 浑身都透着一股子 不容置疑的威严 再加上震怒由心而生 语气分外严厉 只不过这副做牌 在范贤看来 倒是掺杂了不少的别样异味 得得 范贤拱了拱手 然后下跪磕头 孩儿知道错了 错在哪儿了 范贤此时的注意力 都在范贤身上放着 根本没有注意到 跟着过来的海棠朵朵 和斯里里 范贤黑黑一笑 然后抬头道 回复请大人 错了就是错了 但着实不知道错在哪儿 要不麻烦您老多费口舌 给我分析分析 如此乖张 怪不得会中他人的诡计 范贤怒气冲冲的呵斥 四下寻摸着 像是在找东西 想要动手 这时 范老太太适时劝道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何必要动手 范贤得了台阶下 这才怒冲冲哼了一声 母亲 您善可未知 她早些时候去京都时 可是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欧达礼部尚书郭优之之子 当朝醉酒作诗 后来又当街刺杀陈巨树 年纪轻轻 还敢领使团前往北齐 听着这些话 范贤越听越觉得奇怪 父亲大人 您这是在夸我呢 闭嘴 范贤转头呵斥了一声 这次回京都 无论如何 你都要和林婉儿成婚 掌管内裤 这一集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